顶着艳阳天 排斥大在泰盛街60向28号的建筑工程也进入尾声 21号上午举行上凉典礼 众人在校长张国恩的带领之下 一起上香献供 祈求接下来的工程进行顺利 在去年动筒时 原本决定将这栋建筑当作学人宿舍 但是为了解决系所教学空间不足的问题 现在决定将翻译研究所搬到这边成立独立系馆 学校有些细手教学空间的不足的部分 当然整体而言事实上也是不是很大 但是起码独立的教学空间 对于整个发展会更好 因为我们所规模很小 那我们现在的教室其实也只有两间 所以我们大概会把原来的规划带过来 那如果需要比较大的空间的话 可能还是需要到学院里面 到校本部里面去借用比较大的空间 施工期间 台师大特别注意附近民众的权益 有效控制噪音和车辆的进出 以敦青木林的角度出发 因为我们为我们做一些敦青木林的事情 让我们这部建议的感谢 解决他们十几年来的一些困扰 台师大持续整合校外用地 将老旧建筑物翻新重建 而这是目前第一栋成型的建筑 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未来其他建设也将陆续完成 不但能够有效拓展使用空间 更能提供更好的教学品质 声音记者赵庆祥台访报导